这个专业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部分 就是数学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而且另外一个它对我的视力也算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专业 这是我选择这个专业的两个主要的理由 选完之后呢 我对未来的规划就是打好自己的基础 学好自己这一门的专业 通过自己的学识解决一些社会啊国家发展遇到的一些问题 感受就是清华的学长学姐和老师同学们很热情 而且很周到很细心